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就涌入了两万位的民众来使用健康存折 那其实这样的过程里面也是很抱歉造成一些优势的现象 那其实就健保署这边我们从礼拜一介绍这样的讯息 有可能就是口罩实名制2.0需要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呈现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调拨相关的设备 那其实也是有一点准备不及 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两天一直来做压力测试 好 那么可以听到健保署是表示呢 因为太多人来注册健保署的APP导致流量不稳 所以呢 所以才会有这个闪退的现象 不过呢 赶在明天新智上路以前 这些状况都会被排除 那么这一次提醒民众呢 从明天开始也就是3月12号的时候 民众可以在这个网路上来购买口罩 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透过电脑插卡 第二个呢 就是上这个健保署的APP来认证 那么在3月19号的时候呢 就会收到简讯 在指定时间来完成缴费 那么3月26号就可以在全省的四大超商来取货 也是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